Hello,大家好,这里是华尔街科技,我是小杨 今天我们来说一下疫苗 10月21日,巴西一名参与牛津大学新冠疫苗实验的志愿者死亡 这个疫苗实验中的新冠疫苗是由英国牛津大学与英国瑞典合资的阿斯利康制药公司共同研发的 这一款新冠疫苗曾经是全球范围内最被看好的候选疫苗之一 在过去的两个多月,其实有多种新冠疫苗都曾经因为出现过不良反应而暂停了实验 包括强生、李莱、阿斯利康这些你能叫得上名字的大厂 根据巴西的这个叫环球报的报道 死亡的志愿者是一名28岁的男性医生 自今年3月以来,这名医生一直在李约一家医院工作 并奋斗在抗击新冠疫情的一线 据悉,这个志愿者此前身体状况是非常良好的 在7月下旬接种了牛津大学和阿斯利康联合研发的疫苗 但仍于今年9月感染新冠病毒 并于本月15日因新冠肺炎及并发症不幸死亡 以上是巴西的环球报的报道 针对这个消息,牛津大学、阿斯利康公司等相关机构均表示 基于保密协议,他们无法对外公开相关信息 牛津大学称在进行独立和谨慎的评估过后 对疫苗实验的安全性没有担忧 阿斯利康则表示无法对个案发表评论 但已经遵循所有必要的审查程序 疫苗研究仍会持续进行 其实有专业人士就认为 该志愿者的死因有三种解释 首先,他可能是安慰剂组成员 被注射的并不是新冠的疫苗 第二,他注射的疫苗剂量不足以引起免疫的作用 研究表明注射两剂疫苗能够产生更强的抗病毒作用 目前我们还不清楚该志愿者注射了几剂疫苗 第三个解释就是该疫苗没有起到保护的作用 反而出现了抗体增强效应 我们简称为ADE 即当一个人经过自然免疫或疫苗接种后 再次接触相关病毒时 体内产生的抗体可能反而会增强其感染能力 最终导致病情加重 环球报还有消息称 一名有不愿透露身份的人士告诉环球报 死亡的志愿者接种的是脑膜炎疫苗 并非新冠病毒疫苗 但根据道德保密承诺 相关机构均未正式告知 该志愿者是否接受注射的是安慰剂 有路透社称 消息人士表示 如果死者被注射的是疫苗 那么该疫苗在巴西的实验就会被终止 而目前来看 这个实验还是继续进行的 表明该名志愿者并不是疫苗组的一员 今年6月 牛津大学和阿斯利康联合研发的疫苗 在巴西启动了三期临床实验 该实验使用双芒的形式 其中有50%的志愿者 接受牛津大学新冠病毒疫苗 其他人注射的是脑膜炎疫苗 截至目前 巴西已经有约8000名志愿者 参与了这个研究 该疫苗属于腺病毒在体疫苗 环球报表示 腺病毒在体疫苗被认为是 具有创新性和发展前景的疫苗 除了牛津疫苗外 巴西目前还有三种在进行实验的新冠疫苗 中国科兴与巴西不谈谈研究所合作开发的疫苗 辉瑞疫苗和强生疫苗 不过就在这一周 巴西的总统布尔索纳罗 就将该国应对新冠疫情的战略 调转了一个非常大的幅度 他表示 巴西政府不会购买中国制造的新冠疫苗 而此前 巴西卫生部长在本周稍早的时候表示 巴西计划购买4600万剂 由中国公司科兴生物与圣保罗一家公共研究所 所共同开发的新冠疫苗 并计划将其纳入该国的免疫计划 有消息称 尽管博尔索纳罗拒绝了这个疫苗 但这个4600万剂疫苗 由于已经签订了合同 预计仍然有可能会被运抵巴西 只是可能不再被纳入巴西的国家免疫计划中 就是说 他们不一定在全国范围内都可以用 免疫和公共卫生专家认为 博尔索纳罗政府的决定 其实是不合适的 由于部分计划可能无法获得预期的结果 现在需要做的 是使疫苗的选择多样化 要知道 巴西是此次全球受到新冠疫情影响 最严重的国家之一 目前有超过530万人感染 巴西21日传出的这个新冠疫苗实验 志愿者死亡的消息 可能让更多关注新冠疫苗进展的人们感到沮丧 疫苗是被不少人认为是应对当下新冠全球大流行 尤其是2020秋季 第二次感染高峰的一个叫神奇的子弹 很多人都这么去描述这个新冠疫苗 有人认为 接种新冠疫苗能让全球经济迅速恢复运转 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CDC已经要求 各州准备在10月下旬之前分发冠状病毒的疫苗 目前在新冠疫苗中的第三阶段至少有7名候选者 很可能在未来几个月内至少会出现一种成功的疫苗面试 但是事实是大多数的专家目前都认为 疫苗在美国大选之前不太可能准备完成 这里有一点非常非常的重要 即便我们有了一个成功的疫苗面试 全世界的复苏仍然会进展非常缓慢 要知道首先疫苗通常不是百分之百有效的 世界卫生组织目前的表示 是希望这个新冠疫苗的有效性至少达到百分之七十 但他们已经将疫苗的最低预值设置在百分之五十 这意味着其他所有接受过疫苗接种的人 可能仍然有感染的风险 这将阻止这些接种过疫苗人的工作和消费 今年可能有十亿剂疫苗可以用 另外还有二十亿剂准备在2021年分发 但这些数字的假设是建立在已经批准了多种疫苗 且供应量可能会很大降低的情况下 但是我们都知道2020秋季来了之后 我们的这个新冠病情的感染又出现了加剧的情况 接种疫苗需要专门的针头和注射器 但是包括美国在内的许多国家 手头上并不够这些针头和注射器 全球还需要应对玻璃瓶的短缺 世界卫生组织预计到明年年中 之前不会有广泛接种的疫苗 最重要的是最后许多人他不愿意去接种这种疫苗 根据德意志银行委托进行的一个调查 目前的法国只有61%的人说 如果疫苗在未来六个月内获得认证 他们将计划接种疫苗 同样的答案存在对70%至50%的德国人 意大利人 西班牙人 英国人和美国人的调查中 德意志银行在最近的一份研究报告中表示 在欧洲只有一半的人认为 不到24小时 强生公司也称 由于一名试验参与者出现了不明原因的疾病 公司疫苗试验暂停 但拒绝提供更多的细节 李来制药是新冠病毒抗体疗法的领军者之一 这种疗法由从新冠肺炎当中康复的 首批美国患者的血液样本中开发 被认为是最有希望成功的潜在疗法之一 美国总统川普曾在确诊新冠阳性之后 使用了李来竞争对手 再生源制药的抗体疗法试验药物 令这一疗法收获了很多的关注 在强生方面 此次被暂停临床实验的新冠候选疫苗 是一种重组线病毒载体疫苗 三期临床实验于9月23日启动 与此同时 这也是第四款在美国进行三期临床实验的新冠候选疫苗 前三款疫苗均需志愿者接种两剂 而这一款疫苗则采取了单剂疫苗的方案 牛津大学和阿斯利康合作的这一款疫苗 在9月也发生了问题 9月初 牛津大学阿斯利康表示 因为一名英国的临床实验参与者 出现了疑似严重的不良反应 阿斯利康已经暂停了新冠疫苗的临床实验 消息一出 阿斯利康的股价盘后一度下跌8% 不过在当时在经过6天的停摆之后 牛津大学阿斯利康的新冠疫苗三期临床实验 在英国重启 牛津大学当时表示 独立安全评估委员会和政府监管部门 在经过快速的评估之后 认为继续为人们接种疫苗是安全的 紧接着在10月的这个巴西志愿者死亡的消息传出 制药企业阿斯利康的股价在美国交易中再次跳水 新冠病毒全球大流行之下 政府企业乃至个人投资者都在斥资支持疫苗的研发 美国政府已经向制药和生物技术公司预购了2亿剂疫苗 整体来看 在2020年生物技术和制药股都在今年大涨了 其中一部分原因是散户的投资的热情 但是要知道如果实验不成功 或者说即便疫苗实验成功 目前来看这些成功面世的新冠疫苗 还要面对存储运输以及政府政策等等方面的挑战 好了今天的闲聊就到这里 也希望大家能过上一个快乐的周末 如果喜欢还请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次再见